我们上次说过这两个半无限大的导体平面 这个地方的电位都保持为0 这个面呢 这个面 它保持在V0 不过它是跟Y轴的坐标有关 那我们已经用Separation of Variable 把这个Laplace Equation分解成为三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现在解第一个 第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第一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我们就解这个X X方向的 我们解这个 那我们要决定是 这个KX平方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 我说过这个就要凭我们的经验 而且这也就是所谓最难的一步 我们就看 这个 所谓X就是这个方向 电位 朝这个方向的值 我们知道 X等于0的时候 它是有值的 然后你 越朝X的方向去 那么 离这个平面就越远 离V0越远的地方呢 它的Potential就越小 所以我们说 当你去无穷远的时候 一定是Approaches 0 是变成0 所以它的值是 是从大的值 然后一路的下降 那它的函数 就是一个下降的曲线 因此 我们从它 这个就是 我们从这两个 边界条件 得知的 V0Y 这个其实是 我们先假定它是V0好了 不是 它其实是V0Y了 是一个特定值了 这个不是特定值了 特定值 然后 V0Y 然后V无穷大 X无限大的时候呢 变成0 因此 我们就选择 KX平方 它是个负值 J K 那么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现在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minus minus K平方 如果是这种形态 这里是minus的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它的Solution就是 就是这个 这是第二式 我们解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再解 另外一组Y的 我们现在解这一组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我们还是要 参考 它的 边界条件 它的边界条件呢 Y方向 这个地方 是V 等于0 这里也是V等于0 这两边都是0 那这个中间呢 我们现在只看这个轴 这个轴 你随便找一个X 看这个 这个Y Y的值 它从0到0 你说这个可不可能是0啊 你从这里去看就知道 它不是0 它是从大的 慢慢慢慢摔减下来 一直到0 对不对 所以这里不是0啊 不是0啊 那不是0呢 可见它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Equation呢 是从0 变大 再变0 对不对 那这个就可能是一种 Sine Cosine Curve 可能就是一个 从0到0 比如说Sine 0度 90度变成1 然后180度又是0 对不对 所以很可能是一种Sine的函数 也可以是Exponential 它的次方是虚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选择说 这个是一个正值 正值的话呢 它就是等于正K平方了 这是一种选择法 一种选择法 另外一种选择法呀 就是 我们不是 Kx平方 加Ky平方 等于 0 对不对 所以Kx平方 要等于 负的Ky平方 所以Ky平方是等于 就是等于 正值了 我们可以说 因为 Kx平方 加Ky平方 等于0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有 Ky平方 等于 负 Kx平方 Kx平方 是什么 是 负K 所以这个就等于 K平方 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OK 看看那个有没有听懂 因为 这个平面 Y等于B是0 Y等于0 也是0 当中不是0 所以它可能是一个 Sine Curve 那么Sine Curve 的话呢 那么 它就是 这个要等于正的 好 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 那就 有 解这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那么这个解 要等于C1 Exponential 负J KY 再加上 D1 Exponential J KY 你这个 你这个用C1 这个用C2 这都没有关系 随便你设 所以反正它是个 它只是一个常数而已 好 那么 有时候 我们把这个 画成Sine跟Cosine 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可以画成 A1 Sine KY 再加上 B1 Cosine K1 好 这个是 第三 第三式 第三式 那我们现在 X也解出来 Y也解出来了 我们说VX 我们第一个式子 用Separation Variable 不是假设说VXY 是等于XX 乘上YY 对不对 那是第一式 我们现在把这两个 带入第一式 我们把 二三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 VXY 是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 就是这两项乘起来 C2 Exponential KX 加上 D2 Exponential 负X 然后再乘 乘上 A1 Sine KY 再加B1 Cosine KY 我们这个里头 C2 C2 D2 A1 C2 D2 A1 B1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 要把这个常数 要解出来 我们现在从这个 由这个边界条件来看 在无限远 当然这两个之间 在Y在A跟B之间 不管是什么值 我们已经 我们知道这个是0 那么 V X 0 X轴上面 随便 Y只要是0 Y只要是0 就是这个地方 你的X 不管是什么值 都是0 都是0 我们把这两个边界条件 带进去 带进去 那我们看 好 我们看这个 X 无穷大 X 无限大的话 这个区域无限大 对不对 Exponential 无限大 值方是不是 无限大 这个区域 0 我们说 这个 不合理 Potential 不可以 无限大 Potential 有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 它是 Continuous 连续的 对不对 我们讲过 连续的 然后第二个 它必须是 Finite 就是说 是一个 是一个 有限值 不可以是 无限值 好 你现在这一项 出现一个 无限值 它不合理啊 那就是说 它不能存在啊 你怎么让它 不存在呢 就 C2 等于0 对不对 C2 等于0 所以我们说 C2 要等于0 我们干脆 写清楚一点 我们说 C2 Exponential k 乘 无限大 Approaches 无限大 这个不合理 所以 我们 Link Link C2 等于0 C2 等于0 它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好 我们 再看 这个 Y 看 Y等于0 Y等于0 的时候啊 这一项是0了 0可以哦 0可以 但是 这个 这就是B1 就是B1 B1 就是一个 这里有一个B1 可是啊 这整个值啊 这个乘这个 必须是0 看到没有 整个V必须是0 这一项这个已经不见了 这个区域无穷远 可以变成0 这个呢 这个可以是0 OK 这个 不行 这个是B1 这是B1 所以呢 我们说 这个必须横等于0 你在这个 X不是无限大的时候啊 它不见得是0了 但是 它在这个之间 不管你X值是什么 它都必须是0 因此这个 B1 必须是0 B1 必须是0 OK 好 你这个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是这样子 现在我们就把 XY 要写成 D2 负 KX 然后A1 Sine K1 再加上B1 Cosine 各位 这个一定要等于0啊 一定要等于0 因为是什么 这个东西 OK 我们写 这要写这样子 好 好 那 那我们知道 这个写 写成这样好了 这个写成0好了 好 这个呢 也写成0 那等于什么 D2 负 KX 好 这里 有一个 B1 B1 这个X啊 这个不见得是0哦 这个不见得是0 这个Approach就是Infinity 才是0哦 它如果不是Infinity 它不是0哦 D2也不是0 地图不可以再等于0 这个也是0 这个也是0 那就是 那那个Differential Equation 就没有解了 所以 这个时候 它一定要是等于0的话 所以 B1 Must be 0 B1 Must be 0 然后 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跟这个是0 所以 所以 我们就得 B X Y 它现在 要等于 这两个常数写在一起 A1 跟D2 存在 然后 Exponential 负KX 负KX 然后Sine KY 我们把这个呢 合并成一个常数 合并成一个常数 我们令它等于C好了 Exponential 负KX 负KX 然后乘上 Sine KY 好 这个是 我们 利用这个边界条件 得到 这个结果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边界 我们看哪一个边界呢 这个 这个上面 Y等于B X 不管是什么值 都是0 OK 等于0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有 V X是B X 是X 任意值 把这个带进去 它就变成 C Exponential 负KX 然后这个是 Sine KB 一定要等于0 当这个值 要等于0 的时候 这个 单单看这个值 单单看这个 X呢 是任意值 这个不见得是0 对不对 只有当X是什么 无限大的时候 才是0 C也不可以是0 我刚刚说 C是0 那就是通通没有了 那一定是什么 很等于 这个很等于0 一定是Sine KB 很等于0 对不对 所以Sine KB 等于0 如果Sine 的KB 这个函数 等于0 的话 那么KB 它可以等于什么 0 也可以 Pi 也可以 2Pi 也可以 3Pi 也可以 4Pi 也可以 所以 所以 我们可以 我们就写说 它是等于N Pi 我们说 这个N 你不可以等于0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是0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0 这个0Pi 带到这里 就Sine 的NPi 是0 但是 这个东西 这个N 在这里 不可以等于0 这个N呢 要从1开始 1 2 3 是正整数 从这里 我们就发现 原来啊 你这个K值啊 不是一个任意值 它是有条件的 K一定是NPi I over B 这就是I 跟Value啊 你们以后要解I 跟Value 就是 它 它有限定 就是 这个两个函数端点 有限定的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值啊 不是一个 任意的 Continuous 那它 是 某一个 Discrete Value 就是 有一些 不是 它不是连续的 是N等于1 或者N等于2 N等于3 这样才可以 好 我们解除K来了 那现在我们就赶快把K啊 带到这个里头来 K带到这里头 所以我们就解除 V X Y 要等于 C Exponential NPi over BX 然后是Sine 凡是K的地方 都把它变成NPi over BY 但是因为啊 我们这个地方 K值啊 不止一种 它根据N来变 根据N来变 所以呢 它K呢 N等于1的时候 它是K等于Pi over B N等于2的时候 K是等于2Pi over B N等于1跟N等于2的K 不一样 因此我们就 在这里加一个N 表示说它呢 有N个值 有N个值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也要表现出来 原来这个是跟N有关系 原来这个 这个也是跟N有关系 然后这个呢 也是跟N有关系 你N等于1的时候 是一种Potential N等于2的时候 又是一种Potential 那我们就解除这个V N的XY等于这个 但是啊 我们解除这一组值啊 它只适合于这些边界条件 我们说 这个可以适合 因为Y等于0 不管你X是什么 这个一定是0 对不对 这个OK 它也适合这个 也适合这个 就是Y等于B Y等于B的话 约掉就是Sine的NPi 也是0啊 这也可以 以及 VN等于0 当X在无限远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无限远 Y不管你是什么 但是一定要在 0跟B之间 也是0 这三个可以 唯图在那里不行 但不能满足 这个 不能满足这个 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说 V的N 它不等于 某一个 V0就是某一个特定值了 不等于这个 你说为什么 你把它带看看吧 你这个是Y X是0 这个是E 那是CN乘这个 Y呢 也不一定是0 也不一定是B 它没有理由等于0啊 所以呢 这个边界条件都可以 只有 就是说这个边界条件 这个都可以 就是这里不可以 那怎么办 就说这个时候 N不管是什么值 N不论是什么值 或者我们 就要写一下 N 任何 单一值 就是N等于1 等于2 等于3 等于4 都不能满足 这个条件 但是我们说 你单一值 不能满足 我可能 好几项加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 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V1 是它的一个solution 是它的一个solution V2 也是它的一个solution 那么V1加V2 也一定是它的solution 这个是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 这个是linear differential equation的特性 线性的微分方式要记住 三个s 三个值 都是 都可以是它的解 那这三个值 随便你怎么配 都是它的解 OK 好 我们说 如果有若干像 我们不晓得几项 我们等等会 求出来就知道 有若干像 比如说V1 V3 V5 这是我举例了 加起来 就可以满足 你单单一项不可以 单单V1不可以 单单V3也不可以 单单V5也不可以 不过这三项 同时存在 加起来 就可以了 基于这个理由 那我们说 那现在我们就设 所以 我们假设 VXY 它是等于 summation N等于1 到无限大 CN Exponential N pi over B X 乘上 sine N pi over BY 这个 要等于 我们假设 这个 就是V 就是V VX 如果它是 这些聚合 的话 那么 当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这个是Y的话 它可以等于零 可以等于零 那么 则等于 sigma N等于 CN Exponential 这个 这个 X等于零 那这一项就没有了 就是 1 好 这个呢 还是 Sine N pi over BY 好 你把这个带进去 X为零 Y 就是任意值 它就可以 等于V 零 零 Y 就可以等于这个 可以满足这个边界条件 就是了 你单单一项不可以 这么多项就可以 那现在我们就要决定 你这个CN是什么呀 N是几项啊 N等于 135呢 还是 246呢 还是等于 1247呢 我们不晓得啊 这就要用这个 Furial Analysis 来做 好 现在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技巧 你们回去 要把这个练好 以后用的 机会多了 你要学东西啊 我跟你讲 你一次就把它学好 你不要漫漫乎乎的 这个用背的 考试考出来 我就 能够背个六十分 就算了 到时候你 你还是不懂 就好像我们同学啊 学坡 不晓得学了多少次 你普通物理 下次也学Wave 你电磁学里头 也有坡 近代物理头 也有坡 最后讲到电磁坡 你还是不懂 问题就是 当初你学坡的时候啊 没有一次把它搞懂 才会 二年级又要学一次坡 三年级又回头去看坡 那你这样子 你怎么会有兴趣 学下去 所以我们现在 你底下要 要学会怎么解 不过这个地方的Y呢 它是介于 Y是任意值 但是它有一个界线 是在这个界线之间 好 现在这个 解这个 记住啊 我们两端 你看这里有SINE函数 对不对 有SINE COSINE 我们两端呢 都乘上 两端 N prime Pi over By 你也可以 不用N prime 用M也可以 反正就是跟它 不一样了 不过呢 N prime跟N呢 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都是正整数 你写M也是一样 M都是一二 也是 M跟N都是一二三四五六 这些值 然后呢 乘好以后 从 Y等于零 到 Y等于B 积分 那按照Y积分 Y是从零到B OK 那我们现在就 把这个式子 左边乘上一个这个 等于右边乘这个 积分 好 这就变成SIGMA N等于E 无限大 CN SINE N pi over by 好 再乘一个 再乘一个 SINE N prime pi over by 好 乘DY 再积分 它Y是从零到B的值 你这边 这样乘一个这个 再积分 这边也要乘呢 因此它就变成 因此它就变成 0到Y 它原来是V0 0到Y 也乘一个SINE N prime pi over BY 乘DY 这两个应该要相等 这两个要相等 那我们就左边积出来 右边也积出来 等于积两个分 我们把左边做出来 右边也做出来 看看它的值是什么 0到B 0到B SINE N π BY 再称上SINE N prime π over BY 称DY 这个积分 你们自己去积 我们不花这个时间去做了 会不会积啊 这两个积分 这个积分会不会积 你不要说你不会哦 不会你就从一年级再学起哦 这个 它可以有两个值 这个是 如果N prime 不等于N的话 这个是0 这个是 要记住以后啊 比如说这是N 这是M 反正 这两个都是SINE 都一模一样 就是差一个N 跟N prime 如果N也是12345 N prime也是12345 但是它1不是对1 这个1 可能这个2 这个1 这个3 反正就是 N跟N prime的值不一样 它就是0 就是0 这是你的一个记忆方法 但是为什么是0 你要去把它算出来啊 你要把它算出来啊 你才知道啊 不可以用背的啊 我说你已经 以后都是这样子嘛 我当然就知道N跟N prime不相等 它就是0嘛 但是你第一步要先把它做出来 如果相等的话呢 它就是二分之B 如果这两个相等 不就三平方吗 三平方可以变成什么 1减cos 两倍角 对不对 被二除啊 被二除啊 好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一定是0 因为 这个值的整数被积分都是0 都是0 OK 好 那么 只有 二分之一存在 二分之一存在 好 这个是 这有个Y 好 那么 于是它就变成二分之一的B 好 二分之一B 那么 呃 我们现在 就把这个值啊 呃 带到这个里头来 带到这个里头来哈 你看这个 跟这个相等 才有值 不相等就是0 不相等就是0 那 因此呢 我们说这个CN呢 我们应该是先写啊 CN乘这个 那要等于 二 我先写出来哈 二分之B 因为你这个可以拿过来就是CN呢 你看这是等于B分之二 哈 我这个写错了 B分之二 这个这个地方是 呃 这个地方是二分之B 我这里做一个草稿哈 这个不就是 这个东西吗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你单单看里头这一项 哈 等于这一项 好 那么 它就等于 哈 我干脆这一项写出来好了 好 这两个 必须相等哈 就是说你这个 呃 我们按照N来积分的话 N要等于N' 才有值 N不等于N' 就没有值 哈 所以你这个地方N 这个N要等于N' 或者是N' 等于N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用N' 哈 那边 这边N也是有N' 这个当然还是N' 所以我们就得 CN是等于什么呢 B分之二 0到B V0 0到Y Sine 等于这个值 好 等于这个值 OK 好 现在 呃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积分 等于什么东西 这个积分哈 这个积分哈 现在目前不能积 因为你这个Y啊 它是Y的函数 那你这个跟Y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不能积 好 我们现在 就先假设 你不能积出来 没有什么意思 对不对 好 我们说 假设 yeah 什么 什么那边不见啊 这个 不 这个是 一项啊 它里头 呃 和 我看看哈 C等于 1的时候 等一等 这里有一个 呃 N等于N N等于这个东西 不是 不是C 这个我们先看 它等于某一个值的时候 啊 现在 N'也是 123456啊 对不对 也是123456 现在就是 N 要等于N prong 至于其中的一项 OK 好 N等于Nprong 如果N 如果Nprong是1好了 可以 N等于1存在 N等于2有没有啊 N的2就没有了 N的2这个没有了 所以它只有一项 哈 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这是无雄多项 这是 这个可以跟这个 哈 这个数字不一样了哈 但是都是123456 但是我们知道 它必须等于它 这个才有值 它不等于它就没有值 那这个就是说 N等于 123456 然后Nprong 当中有一个是Nprong 7890 只有Nprong存在 其他都不存在 那只有一项啊 只有一项啊 OK 我们现在假设 很好 你现在 我一边讲 你能够一边想到这个哈 就非常的不简单哈 我们假设 这个 这个我们做不出来 我们假设 它就等于V0 OK 就是一个常数 跟Y无关 那我就可以把它记出来哈 假设是这个的话 这 CN 就要等于 我们这个应该写CNprong CNprong N等于Nprong 好 这CNprong 就要等于 2 V0 就提出来了 它是一个常数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提出来 2倍的V0 over B 好 里头就很简单 是0到B Sine Nprong Pi over B 这有个Y啊 Y DY 漏了一个Y 这个都漏了一个Y 我写东西老是会漏掉东西 很糟糕 还有这个 这个词是什么 你们回去也做一下 这个很简单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结果呢 就等于 看我这个当中 这一项要不要写出来 没有关系 我把上下先带进去啊 它就是 两倍的V0 over Nπ 1-Cosine Nprong Pi 好 这个值呢 有两种 一个 Nprong 如果是偶数的话 这个值是0 如果不是偶数的话 它就是 这Nprong 偶数 那这个一定是1 1解1是0 不是偶数的话 它就是负1 1 减掉负1 就是2 2 2得4 为基数 为基数 OK 那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Nprong 必须是什么 基数 所以这个N呢 它N1也可以 N3也可以 N5也可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Vxy 写出来了 所以 V 这些全部要加起来哦 我们按照 这个你可以按照Nprong Nprong等于NC 就是C1 1C3C 5 等等啊 好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现在是要用 已经解出来了 对不对 解出来 带到这里 抽去啊 那这个就是 有N像啊 那这个N呢 我们不一定要用 最后的结果 不一定是 要用Nprong 我们用N也可以 反正它就代表 1 3 5 7 9 就对了 一直到 无穷大 然后这个地方是 N分之1 B Exponential 负 Npi over B X 然后Sine Npi over BY 然后 我们要说明 这个Y是 在0与B之间 所以总共有几项呢 也是无穷多项 不过这个时候 都是奇数项 都是奇数项 OK 这个是 我们稍微改一下了 把V0Y 我们用V0来带了 如果没有用V0来带呢 你那个积分积不出来啊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值啊 OK 有没有问题 我讲得非常非常的慢 目的就是要你们都能够了解 不要去背它 我们一次就了解 以后用到 这个我们都会做 那审视多了 你知道吗 不要以后你看书 看到这里 不懂 我要回去再翻 有的都量子力学了 这个 他说 什么什么等于是 他就直接写出来 你不懂 那回去翻什么 静带物理 等着又看看静带物理 它那里又有一个 是普通物理的 一个式子 他没有讲为什么 就是普通物理讲过了吗 你又回去翻普通物理 你哪有那种兴趣啊 这个翻回来 然后就翻回去 翻几次你就不想看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一次就把它学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函数 我们来看一看 函数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是V V0是一个定值了 一个定值 如果我们 把这个 我们画一个曲线 你们看书上 我这个图只是 表示意思意思 画的不好看 当我们这个 只有一项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项 只有一 这个是一 这个也是一 这个也是一 那这个里头的函数 是什么函数呢 因为这个 这个是一的 就是Y从0 这是Y over B 横座标是Y over B 就是Y over B Y over B 如果等于0 Y等于0 那就是0了 就是这里了 Y等于0 如果Y over B 等于1的话 N pi也是0 那就是这里 这是1 这个从0到1 这个地方是0.5 如果0.5的话呢 这是二分之 二分之拍 二分之拍是1 所以它这个曲线呢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是 这边是V over V0 这是1.0 是这样的一个曲线 这只有一项 如果是2项 3项 4项 那这个曲线呢 就变成很多了 比如说 然后 多一点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子 变成这样子 那就是说 你看这条线上面 波动都在这里 然后更多的话呢 更多的话 我这画的不好 应该是画下来 那就更是在这个地方了 如果很多很多很多项的话 那就变成这样子 那就说 相当于这么一条 相当于它的函数啊 就是这么一条 所以你只有一条的话 一条线的 就一个函数的话呢 不能够 比如说你要 你要能够 最后结果 如果是这一条线的话 你只有一项 就没办法达到啊 你项数越多 越趋近于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另外一个图 也看你们书上 我这里画的不好 因为它我们 这个值是当 V等于V0的时候 V等于V0就是E 等于E 所以要趋近于这么一条线 要无穷多项才会趋近 好 现在 我们看另外一个 一个图 你们 如果喜欢玩电脑的话 你可以用电脑 把这个图画出来 看看 电脑把它画出来 这个是V 这个是V0 这个是X轴 好 这个 这是Y轴 好 Y轴 OK Y轴 它这里的线 这个地方是V 靠近X等于0是最大 对不对 靠近X等于0最大了 它一路下降 一路降下去 到无穷远变成0 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一条 这样子的 DK 这一条呢 我们先画 它也是DK 这个也是下降 这个也是下降 你在这里都看不出 它当中有什么不一样 都是下降 反正就是这里最大 慢慢 居无穷远 但是 你如果看这个当中的话呢 这是0 这个是0 这个地方会 鼓起来一块 鼓起来 越到中间越大 越到中间越大 所以啊 它这个地方呢 其实不是大家都是平的 它是这样子 当中是 是大 这一条 这个比这里大 这个比这里大 是这样子的 OK 但是它都是DK 同一条线都是下降 都是下降 但是在这个0 跟B之间 这个是 这个是Y轴了 这个是Y轴了 这个是0 跟B之间 0跟B之间 它当中会比两旁要大 好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例题 这个是不是很难啊 好像很难 其实你搞懂了 很矮白 你知道吗 都是这种模式 就是你一定要去花心思 去了解它 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看你这个 看个人啊 有的人很快就了解 有的人呢 要慢慢了解 多看几遍才了解 有的一遍就行了 有的五遍 像我要弄十遍 我才会 你十遍就十遍 我把它学会了再说 不要说它只有一遍 我为什么十遍 你不服气啊 不服气也没有用 你投胎投胎这个 这个身子出来 你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认了 你把它弄懂再说 好 下面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例题 我这里是尽量的 慢慢讲 让你们都懂 我们宁愿这个 一本书啊 我宁愿教不了全部 但是我教到哪里 一定要你能够了解到哪里 但我没有教的地方呢 你以后自己有能力 可以继续看下去 如果为了感尽度啊 也不管你懂不懂 我就这么教下去 最后都没有用 我教的你也不懂 后面你也是看不懂 所以我教书就是喜欢这个 慢慢教 不要去赶 一定要让你们了解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你们回去把这两个图 给它弄懂 你们书本上画得很清楚 我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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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